被判十年徒刑 这一群对中国政府 表达不同意见的人 都因为网路检查工具 沦为接下囚 他们也都成为 中国网路史上 最悲哀的人权记录 社长我请教你 刚提到一个 举一个例子 就以前在没有网路的时候 任何从中国发出去 到海外的邮件 中共一定是一封一封 打开来看 检查里面写什么 现在有email 他当然也想要一封一封看 可是以前 写信当然会不会容易看 可是我们私底下这样讲话 那些所谓的掌政者 他很难掌握 现在的情形是说 包括我用MSN 包括我用部落格 包括我用任何的 这种微型的这些网制系统 我通通都会被监控 老公为什么要尽全力 来做这件事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 利益的竞争 这是应该这样看 我们有算过 大概如果我们不断地 用proxy的技术 也就是说跳墙技术 来做的话 中共如果我们每投入一块钱 去做proxy 让他们可以翻墙 中共现在大概要用到一百块 才能挡住自由门 所以他也知道 现在美国很多的机构 都还是要提供 因为伊朗 伊朗这一次就是因为 大家都用跳墙的技术 使得伊朗有很大的民族变化 这对美国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所以他们会投入更多的钱 来做 让更多人可以跳墙 那中共会被这个拖累 他是说 如果你花一亿 那他就要花一百亿 那这个对 对供应方来说 很容易啊 那我花一百亿 请问你花多少钱 就是说有一天 我们花一百亿美金 来做各种跳墙的动作 中共要花多少钱 他要乘一百倍 是照 他就再见了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网络互相的竞争 到有一天是这样的时候 那为了资讯自由这个事情 大家愿意投入这个事情 中共要花多少钱来挡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议题 所以为什么最近 他们一直发表说 网络网络或者互联网 势必就是颠户共产党的 一个什么什么 他们有很多文件在谈这 这完全是从这个实质 他必须投入多少 所以他现在要做什么方法呢 他比如说对台湾 比如说前一阵子 这个中华电信 这个帮华龙工 新唐人电台在做事 他只要暗示 这个中华电信 说如果你继续 帮新唐人上链的话 你在这里的利益就不见了 那中华电信 可能就自己干扰自己的客户 对不对 这个不是比较容易吗 那如果告诉Google 或是他说 如果怎样的话 你那块利益就没有 那Google就说好吧 那不然我就监出这个好了 就像这种事情 也不是没发生 斯涛就是被雅虎出卖的 那出卖这个事情 就是中共最会做的事 因为他缓过来对付你的时候 他这个成本很低 所以他必须挡住说 如果这个游戏是变了以后 我就干脆直接告诉你 交出原始码 我跟你交换利益 然后我直接copy出来 我就可以检查到所有的信件 然后再用这个东西去抓人 这个逻辑很简单 所以今天Google 或是希拉蕊他们所讲的那些 12345的理由都不成立 这问题就在说 中共已经濒临沉下 要你交出这个利益 那否则我要跟你交换什么 现在是要交换的是这一个 因为中共很清楚 如果他到目前的战争 这样打下去 他未来必须面对说 欢抢软体是越来越厉害 那有一天他怎么挡 他挡不住了 他算一算他 到最后这个国家会被 就像苏联当年怎么样被美国整垮 中国一定要改变封锁策略 对 那他就是干脆 我说给你选钱 那你自己提供 把人交出来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开始用这个利益 那所以美国当然不会忘记 在80年代 他们怎么整垮苏联 我每增加一点武器 你就增加那些 就搞到最后 你哥巴丘已经没有经济可言的时候 你都垮了 所以同样事情 可能在网络上发生 所以对美国来说 希拉蕊来说 对欧巴马来说 他必须严肃去考虑这个问题 是不是未来 就是应该这样走下去 对方都出手了 你要不要 让翻墙的软体 在这个世界 更丰富 因为你知道 那个一比一百的比例 所以换句话说 就像社长说的 磨高一尺 刀高一丈 你有防火墙 我会翻墙 你有所谓的网路长城 我会打地洞 我们来看看 就算中国透过全面性的封锁工具跟方式 还是常常被翻墙过去 我们来看看 2000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天王 其实那时候是川镇 然后之后呢 这个天王就一直在调查 川镇为什么那个豆腐渣那么多 然后呢 99年的时候被查封 网站后来 其实也跟有话说 连过几次线 黄崎也跟社长 在那个央广的时候 连过好几次线 黄崎这个创办人 他其实就是在调查川镇的 这些问题 但是被判了五年的徒刑 2005年的时候呢 网友透过网路论坛 及时通发起的反日游行 07年的时候呢 厦门市民呢 透过转信 或是及时通讯的软体呢 号召上街散步 就很像说我们走鸡头 做回来控宜 可是他叫说 我们来散步 反对当时在当地的一个叫 医化所谓的 新建医化工的这个专案 最后呢 逼得市政府暂缓实施 08年的时候 08县长也是透过网记网路 串联了300多个人 一起去联署 最后当然刘晓波被捕 路易这个我们之前讨论过 特别是像2009年 邓宁交案 这个情形呢 引起非常多网民的愤怒 导致最后所谓的判刑 有不同的这样子一个判决 2009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网民叫郭宝峰 他在讲说 有一个严晓林 是被奸杀致死的这个情形 然后呢 这个郭宝峰被警察拘留了 很多网民透过翻墙技术 因为你如果只要打郭宝峰 或者是那个反对什么什么什么呢 你一定会被block掉 所以后来那个时候 在台湾也发起很多呼应 所谓的叫说郭宝峰 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的这样子一个活动 然后避免掉被封锁 然后串联来串联过去 因此似乎如果透过翻墙技术 中共要付出很大很大封锁的代价 而美国也认为说像伊朗的案子 这种网络科技会让中国面临到一个改变政权的一个很大的威胁 但是王丹你会这么乐观认为说 这个东西真的可能造成中共最大的威胁 我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我觉得从基本的逻辑上讲 中共现在做的事情有两个愚蠢的地方 一个是说我们大家越来越靠网络来活了 这不光是政治问题 就整个人类社会都要开始学会越来越虚拟的这种社区 那你这个中共你现在不是在跟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做对抗吗 这不是一乱基石吗 第二个说好你要对抗你要用什么手段吗 你用的是科技手段 然后用科技手段试图去封锁科技 这也很自相矛盾 我们不用讲就是光从逻辑上讲 其实就很难成立的 那么我再举个例子 我觉得就这种你虽然做了这么多的封锁 实际上是很难完全封锁住的 我现在手里有两个主要的社区平台工具 一个Facebook Facebook它封的比较严格一些 所以我的Facebook大概现在是六千多网友 那基本是台湾香港海外比较多 可是我另外一个推特 推特上我现在我加入了还不到一个月 就有七千人就是跟我的推特 这七千人里百分之八十五 我想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比例 全都是大陆的 你就从他们用的字体啊 谈论的内容啊 他们发的推特你就可以推断 那意味着至少是五六千的 全是大陆翻上来 而且短短一个月 你要知道像艾薇薇他们那些 已经到了一万六七千人 你哪儿防得住这些 就是最封锁的这种推特 还是有人随时就可以上来 但是会不会像社长刚刚讲的 老公也知道说 他在这一场战争 目前处于劣势 所以他改变战略 我直接要求像是那个 雅虎 像是微软 像是Google 说你就不要再跟我搞小动作 我直接把你所谓的命脉 通通都拿过来 他会不会直接要求 推特全部整个在中国消失 我们来看看 网络巨人包括雅虎 Google这些所谓的大家很羡慕的高科技 当他要进军中国的时候 他要如何低头如何妥协 雅虎 微软 Google呢 是配合中共的法令 以及政策 要撤除敏感性的质言 就像我们刚刚做的 你到Google打CN打64 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64 然后呢 05年呢 雅虎 等一下我们会谈 配合中国提供 施涛一个记者的email账号 让他成为被判刑的 最主要的证据之一 结果判了十年图形 08年Skype 中国呢 核资企业 Tomskype呢 过滤禁止的字眼 然后用户的隐私资料呢 通通都可以被任意的存取 09年 雅虎MSN呢 要求部落格登陆真实的 姓名跟地址 任何不立中共的言论 很快就被找到 09年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刚谈的绿霸 包括Sony 台湾的红机 华硕电脑 如果你要在中国上市的话 通通被强力要求说 3 6 9 11